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 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文章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 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 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这既是理论概括 也是实践要求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 文章指出 要把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变为成功实践 把鲜明特色变成独特优势 需要付出兼具努力 第一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 第二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 第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既要物质富足 也要精神富有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 第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 第五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坚持和平发展 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 谋求自身发展 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 文章强调 新中国成立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用几十年时间 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 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 实践证明 中国式现代化 走得通 行得稳 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